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鸟飞动作的功力作用 1.双臂上下运动可改变胸腔容积 配合呼吸运动可起到按摩心肺作用 增强血氧交换能力 2.拇指食指的上翘紧绷 一带刺激手太阴肺筋 加强肺筋筋器的流通 提高心肺功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看本式动作讲解 鸟飞动作1.双腿微曲 双掌呈鸟翅合羽腹前 掌心相对目视前下方 动作2.右腿伸直 左膝提起小腿自然下垂 脚尖颈 脚尖向下 在体侧平举向上 凉高于尖 据向下目视前方 动作3.左脚下落在右脚旁 脚尖眺底 双腿微躯,同时,双掌合与腹前,掌心相对,目视前下方。 动作是,右腿伸直,左膝提起,小腿自然下垂,脚尖向下,同时,双掌经体侧向上,举至头顶上方,掌背相对,指尖向上,目视前方。 动作5至动作8,同动作1到动作4为左右相反。 动作9,左右各坐一变后,右脚下落,双脚开步站立。 双手自然垂于体侧,目视前方。 动作要点 1.动作舒展,幅度要大。 尽量展开胸部两侧,双臂下落内核。 2.手脚变化配合协调,同起同落。 3.动作可配合呼吸,双掌上提时吸气,下落时呼气。 大家来看一下一范错误和纠正方法。 一范错误,身体紧张,直立不稳。 纠正方法,双臂上举吸气,头部百慧穴上脸。 提胸收腹,下落呼气。 松腰松腹,气沉丹田。 接下来请看完整示范。 松腹,气沉丹田。 松腹,气沉丹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